哦,那只烤火鸡真美味啊 是的,我们到了2150年仍然享受着火鸡 今天世界并没有那么不同 在21世纪那么普遍的大部分事物 到了22世纪仍然存在着 结果今天只有一个重大变化 那就是水供应 这一切都始于使用能量饮料作为田间灌溉 尽管没有成功,但他们又有了另一个想法 现在他们想用消毒洗手液 取代水系统中的所有水 他们只是觉得这对每个人都可能更好 更清洁,也更安全 他们还认为这可能有助于 清理油腻腻的烤火鸡盘呢 让我们来看看消毒洗手液通常都含了些什么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酒精 有助于玻璃撕扯掉任何细菌的油质外移 当细菌与酒精接触时 它的外皮就会脱落 并且不再起作用 因此不会再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为了使洗手液真正有效 酒精含量至少应该要有百分之六十 然后它会清除掉你身边几乎所有的细菌 有时要确保你使用在身体表面或任何地方都没有细菌了 细菌的耐酒精性可能会更高 最高到百分之九十五 想看看我们水管里面的状况吗 好的 当消毒洗手液从水管中流出来取代我们的通常用水时 温度也很重要 酒精在华氏一百七十度时会蒸发掉 这是非常高的温度 所以如果消毒洗手液丧失了它的酒精 它将无法发挥作用 而且从技术上来讲 它将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消毒洗手液了 只能变成某种水性液体 不过你不太可能在华氏一百七十度下洗碗的 你可以把它们加热来蒸发掉酒精 然后等待着液体冷却 它会丧失自己的抗菌潜能 但那里仍然有些水 精油还有其他东西来帮你洗净家庭晚餐后留下来的脏盘子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水管中的消毒洗手液不冷不热 所以才能保持清洁的效力 在启用新的供应系统时 这种消毒剂的一致性曾经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液体版本似乎对管道更加方便 因为它与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与液体形式不同的是 留在管道中的凝胶会不断地变干 留下一层讨厌的薄墨状外衣 有没有注意到饮水机周围那粘搭搭的边缘呢 每次人们打开水龙头时 留在管子里面的凝胶状物质几乎立刻就变干了 在管子里面形成一种生长物质 在某个时刻 管道就会完全堵塞 因此选择了液体版本 最近他们尝试重新引用凝胶版本 这一版本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 它需要一些新的特殊管道 但很成功 关键是凝胶更经济 液体物质流出来 我们通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而凝胶从管道中流出来的速度 则要慢得多 好啦 我知道你饿了 想吃苹果吗 嘿 在吃之前别忘了洗干净哦 关掉水龙头 洗水果的水在那边的水箱里 如果你需要清洗蔬菜和水果 绝对别用消毒液 它们是有毒的 会在食物上留下一层薄膜 也会进入食物内部 会让它变得不适合食用 而且 如果苹果上有蜡涂层 那么只有非常热的 几乎沸腾的水 才能把它完全溶解 如果有人想透过在苹果上擦洗消毒液 来让苹果变得超级干净 那么最后它们的苹果就会被蜡和消毒液覆盖住 味道好苦哦 呃 假设你筋疲力尽 现在去洗个热水澡似乎是唯一能帮你的办法了 好的 除非这是消毒液澡 你可能已经对所有的小伤口 割伤甚至抓痕感到刺痛了 沐浴乳不会起泡 它很难跟凝胶消毒液混合在一起 感觉浑身就像包着一层果冻 就像一大条奶油面包 哦 这终于有泡泡了 嘿 你该怎么洗掉它呢 切记永远别在这种脸蓬头下睁开双眼哦 哦不 你刚刚就睁开眼睛了 我知道这真的很刺痛 给你毛巾喝一些温水 冲洗眼睛 别担心 这不会有任何永久性伤害 只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体验了 哦天呐 那是你的皮肤吗 全都干燥均裂 而且还起了红疹 皮肤症片片剥落 仿佛你是只准备跟自己老皮告别的大蜥蜴 皮肤的屏障是由蛋白质和脂质所组成 当过多的酒精涂在你的皮肤上时 除非你正确的保湿 否则这层隔离层就会脱落 经过这样的淋浴或者沐浴后 你可能得再用另一种保湿乳液来治愈你的皮肤了 那个淋浴感觉不太好 你的皮肤摸起来超级粗糙 而且全都裂开 起红疹还会发痒 即使你每次洗澡后都感觉洗得干干净净 那种清新感是来自于酒精从你的表皮蒸发 每一次都让皮肤更加干燥 其实你永远也不会百分之百的清洁 问题是水加肥皂的作用和这种是完全不同的 当这两个共同作用时 肥皂基本上可以清除掉所有的污垢 从皮肤表面溶解掉多余的皮脂还有其他的物质 然后接着水就把它冲洗掉 消毒洗手液就做不到这一点 它们也许似乎已经清洁了所有把你弄脏的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 比方说你弄脏了双手 但是无论你倒了多少消毒剂 脂肪、糖、食物残渣 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都还是会留在这里 除非你真正地把它们冲洗掉 任何消毒液的主要概念是帮你清除细菌 不幸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细菌会变得越来越强壮 同时也越来越不怕消毒液了 另外干燥后的皮肤会裂开 这也减弱了你抵抗细菌的能力 还有一个问题 一方面你用消毒液洗澡永远无法百分百洗干净 另一方面你可能会觉得太过干净了 有时肮脏也没什么不好 消毒液太擅长帮你抵抗细菌 把坏细菌和好细菌全都消灭了 它们通常会影响微生物群落 甚至会降低我们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所以如果你每天多次使用消毒洗手液 别提每天淋浴了 你的免疫系统将会大大降低效能 因为它将会习惯于消毒液 做了所有的肮脏工作 无论如何 消毒剂如果用在抽水马桶的话 那就太好了 当你充水的时候 细菌会扩散到整个浴室中 形成一种细菌云 在厕所周围上升将近三英尺高 这种云层中的飞沫含有大量的病毒 这些病毒可能会被人们吸入 导致不良后果 用消毒液冲洗可能无法把它们全部清除 但这总比只用水冲洗又完全不消毒要好得多 厕所可能是唯一一个用消毒洗手液 比普通用水更有用的地方了 比较一下常规用水冲洗和消毒液冲洗的效果 前者冲水从头到脚都沾满了细菌 而后者冲水根本就不会让细菌散出来 可能会有一些 但大多数的细菌都跟消毒液中所含的酒精接触到了 这可能是你经历过有史以来最干净 最安全的冲洗方法了 可悲的是 消毒洗手液可能是皮肤PH值改变的原因 消毒洗手液的PH值通常是7或者更高 所以可能有点太过碱性了 反过来说 我们的皮肤往往更偏向酸性 PH值通常在5.5和6.5之间 对于需要清洗地板或其他事情的人 建议在使用水龙头消毒液时戴上手套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避免使用标准家用联棚头 而选择家用储水箱的另一个原因 没必要在身体穿上橡胶服洗澡淋浴时 还设计这样一种联棚头的 无论如何 即使在2150年 也无法用手搓来取代实际的水和优质的旧肥皂 消毒液可以帮你清除掉这些细菌 持续长达6个小时 为了卫生需要 有个额外的水龙头在搓水时流出水来 这就会很酷了 但是我们不想换掉所有的水 刚煮好的咖啡水龙头听起来更棒 你觉得怎么样呢 这样你准备 就会放下来 感谢观看